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希腊人和法国人是不一样的 英国人和美国人也是不一样的 西欧的人和东欧的人是不一样的 而亚洲的人和西方的人也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们有不同的思维方式 不同的文化传统 不同的文化表象 不同的文化的旗帜 因此呢 他们在做出决策的时候 在进行概括的时候 在做出行为反应的时候 也往往是不同的 所以研究国民性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也可以说 我们研究文化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个东西呢 使你了解其他的民族的想法 以及他们的行为反应 换言之 假如一个重大的事情发生了 假如你对各国的国民性 都了如指掌的话 你甚至可以预测 一件重大的事件 比如说金融喊销 它一旦发生 你马上就可以预测 美国人会做出什么反应 日本人会做出什么反应 那个英国人会做出什么反应 法国人 希腊人 中国 会做出什么反应 亚洲民族 会做出什么反应 因为国民性 就是一个民族 七八十以上 百分之七八十以上 人人的认可的那种思维方式 价值观念 社会理念 宗教传统 文化的认同感 所以呢 汤布林森 把文化 当作一个单独的单位 认为他自始至终 参与了很多事件的决策 引起了行为后果 这种看法呢 是很到位的 因此呢 也容易被 许多现代的学者 广泛地接受 关于全球文化起因的 另一个争论问题呢 是来自于对历史的看法 有一些 有名的历史学家 比如大卫 哈尔德斯 哈尔德 就是David Heard 还有个历史家叫做 Antony Magri 这些人呢 是历史学家 他们认为全球化起源 有历史的延续性发展 他们写过一部书 叫全球化的转变 政治的 经济的 文化的 在这部著作里呢 他们提出全球化 是一个历史发展进程的看法 这部著作啊 就把全球化 分为一千年以前的时代 近代早期 也就是 1500到1850年 现代 1850年到1945年 还有当代 1945年到现在 四个时期 他认为全球化 在四个时期 都有自己不同的特征 尽管全球化 是在近代早期以后 才充分发展起来的 他这样的创造呢 逐人要遭到争论 为什么呢 因为和他们争论的那些人 不是历史学家 他们是政治学家 历史 他们社会学家 他们和历史学家不同 因为社会学家 性的那些人 有些人要求 他认为全球化 他认为全球化 他认为全球化的几个维度 他认为全球化 他认为全球化的几个维度 而是把全球化和现代性相联系 甚至把现代性的四个维度 和全球化的四个因素 元素相对应 得出了现代性 全球化就是现代性的一种发展 因此 全球化的发展 应该是20世纪以后的事情 哪能扯到1500年之前去 哪能涉及到古代 但是呢 在社会学家的阵营 对于这个问题 也是有观点上分歧的 因为基等的全球化的解释 有把现代性 简单的贴上全球化标签的嫌疑 因而显得缺乏严密的论证 因此呢 就被罗伯逊指责为 基等的研究 不过是现代性研究的扩展 罗伯逊当然是全球研究 全球化的国际权威 他这么写道 这是一种现代性的扩展 从社会扩展到了世界 这是全球化范围内 在谈现代性 所以呢 刚才我们介绍的 就是关于原因 原因呢 全球化起因呢 有各种争论 那么 这里就涉及到个名词 叫做现代性 那么让我回到全球文化的 现代性问题上来 什么是现代性呢 在西方化和现代性 这两种解释上面呢 就是我们争论的焦点 在一些学生的 学者的眼里 扮演全球化的主角 就是西方文化 而在另一些学者的眼里 全球化的目标 不是西方化 而是全球的现代化 然而 即使是现代化 这种观点里面呢 也会遭到人们的反对 例如有人就指出 那是一种在全球化的名义下 资本主义的扩张 最近 汤姆林森在批评 政治学家 约翰·戈雷的观点时 做了一个重要的修正 重要的解释 他认为 在反对全球化的人们中 存在着激进派 和保守派之分 有些人 他批评全球化 说他是资本主义 那是激进派 激进的左派 无疑是在致力于 反对全球的资本主义化 但是像戈雷那样的人 他却是后者 戈雷是来自于 一个保守主义的阵营 尽管他也指责 全球化 但实际上他是在宣扬 十九世纪的英国 和二十世纪的美国的 经济个人主义 汤姆林森指出 戈雷他是站在保守派的立场上 说话的 因为他反对的实际上是一种新的 以全球换位标签的自由主义 这样一种自由主义 本身就是一种大中和 既有全球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 自由主义精神 又有取蒙时代的传统 如人文主义开放性的发展 增幅和控制自然世界 所以汤姆林森不无深刻的认为 戈雷的那种做法 无疑就是一石两鸟 他站在保守主义的立场上 一方面呢 他既反对了新自由主义 另一方面呢 他又反对了马克思主义 反对资本主义的传统历程 所以汤姆林森是一个 很具有洞察力的人 他说很多人反对现代化 有左派和保守派之分 左派就是反对资本主义 但是保守派却也出来说 反对全球化 他一方面就是反对自由主义 另一方面他又反对 那个马克思主义 反对资本主义的传统历程 那么这样一些区分呢 你必须很细腻的 就加以解释 加以理解 那我们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来看呢 全球的现代化 却是一个比较好的提法 全球化的主要目的 不在于克服那种不顾整体 而只注重地方利益的 个体个人主义 个体主义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是通过全球化的文化的 观念的传播 让先进的事物 在世界的范围内得到认可和应用 这种观点可以表述成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用全球化来扫除落后的和过时的限制 以及源于各种落后的意识形态和底子上的障碍 那么对于非西方的学者而言呢 这是有关自己的国家如何实行现代化的目标的一个基本问题 就是发展中的国家通过例行改革和世界标准接轨 从而使自己得到提升 包括推翻落后的思想和体制 在开放的基础上而获得解放 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全球文化起源上的一些争论 又说了现代性的问题 说有一种呢是激进的一种观点 还有一种保守的观点 那么第三个问题呢 就再来讲一下后果 学术界啊对于全球文化的起因 和它的内容的理解呢是有分歧的 对全球文化的影响争论更大 对于全球文化呢 持乐观态度的人来说呢 全球文化很好啊 它就是一种新的人文主义国际环境 它产生了一种新的人文主义国际环境 这个新的人文主义国际环境有什么特征呢 特征就是在全球化的推动下 世界的联系和沟通得到了增强 一些基本的观点 比如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人类的共同福祉会被人类普遍的接受 进而成为保卫世界和平 保护自然环境和世界资源的一种动力等等 这样呢各国之间的人们的联系就会密切 人国家与国家民主与民族呢 就会互相产生一种依赖关系 合作关系 最后必将推动先进事物 在全球的传播 这就会影响世界格局 导致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 这就是这乐观态度论的观点 全球化很好啊 增进了国家与国家的合作 资源共享啊 然后一些好的规则被大家都普遍承认了 所以很好啊 与此相反 对全球文化持悲观态度的观点 可以归纳外文化帝国主义的入侵 因为像迪士尼乐园 好莱坞电影 可可可乐 米老鼠 这样的事物在全球迅速地传播 结果会导致民族文化的削弱 特别是会引起所谓的文化归属感危机 那么现在我们假如把上述的观点 概述如下 第一 一方认为似乎全球文化是资本主义文化 和民族文化的对抗 也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层面上得到反应 引起了资本主义的扩张 和文化帝国主义的入侵 另一方却认为 似乎是历史的发展 引起了全球文化和全球人民的联系 各个民族国家 受到了全球文化的激励 即使不是把改革开放 当作一项根本的原则来看 全球文化 仍然是各国走向现代的一个重要的杠杆 也就是说全球化的发展 必然会出使出尽 民族的国家的现代化 第二 一方是否在认为 全球文化的目标 是扫除和一致 与现代精神违背的一切障碍 另一方却认为 目标是否只是在维护和加强 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 文化利益 因而具有侵略性 而且由于各地之间存在着 显著的低于发展之间的差异 因此全球文化 就必然只对发达国家有利 而将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为其代价 那么尽管存在着上述各种理论 还有需要检验 还要继续辩论的必要 但是很清楚 这些理论在许多方面 仍然是缺乏实践检验的 在研究的范围方面 也存在着很多空白指出需要填补 更需要指出的是 上述这些理论 把全球文化的研究 似乎得至于一个理论框架之内 而这个理论框架 显然是由习方学者奠定的 因此全球文化的概念 是否得到了正确的理论尝试 仍然是有待证明的 具体说来 这一位这东方的学者 可以采用自己的经验 来批判性的考察 那些被西方学者 分为经典的 业义承认论的概念 如果说全球文化的研究 还将有什么突破的话 那么毫无疑问 这一研究不宜放在西方文化 在世界性的传播 这一狭隘的框架中 来进行 学者们相信 既然我们探讨的是全球文化 那么就要重视各个国家 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化的传统 特别是那些传统 是如何走向全球的 只有这样 才能得到相当完整的 关于全球文化发展的历史图景 但是在此过程中 我们不能忽略了 民族国家和民族文化 乃是全球文化真正基础的 这一看法 假如全球文化 只是一方的文化 而不是全世界 优秀文化元素的互动和综合 那么全球文化 就是不能成立的 通过布尔丁 列纳 维纳 还有一个叫罗多德 的著作 我们知道了 复杂的全球文化现象 是可以从各个地域文化的 互动和融合之间得到解释的 我们研究的目的 也就是想用一种新的方法 来提出问题 从而得出全球文化的特征 及其影响的性看法 以下就是我们认为 比较重要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作为一种强势的 单一的文化 比如西方文化 的新奇 或传播 能否准确地解释 全球文化的新奇 换一种说法 简单地赞同 全球文化的传播 就是西方文化的传播 这样的做法 是不是对 是不是足够 说明问题 我认为这个问题提出的 非常有意思 因为我认为 那个全球文化 一定是民族文化 中多的民族文化的 优秀元素的一种综合 因此呢 你不能说 一个全球文化 就是西方文化在传播 或者就是文化 帝国主义在传播 这样的是不对 所以我们这里面提出 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还要提出 第二个问题 就是全球化的文化基础 究竟是什么 全球文化的内容 如此广阔 而且 其传播的范围地区间的差异 又如此之大 那么你除了用西方文化 现代性之外 难道你就没有 一种更加有效的归纳 那么如果不是 现代性或西方文化 这样的一种名词 给全球文化内容 做出一种归纳的话 那么 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概念 来对全球文化的内容 做出一种归纳 这就是说 各地之间的民族文化 各地之间的文化差异是很大的 但是 难道我们仅仅就用 西方文化 现代性 来加以概括吗 我们能不能找到一种 更加合适的概括手段 来在那个 差异很大的文化之中 找到一种有效的归纳手段 从那个特殊心理 看出它们的共同性 我们要提出的第三个问题 就是近年来 全球化的研究已经表明了 全球文化的不断成熟 它是从近代早期开始的 到目前还没有结束 那么 当前是否存在着 当前的社会 是不是就是全球文化的 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也就是说 我们目前 是否已经进入了一个 全球文化的时代 还是只是世界上 某些国家感到他们 进入了全球文化了 也就是说 全球文化是不是 一个全世界的人 都感到我们进入全球文化 这样一个概念 这样一个时代 以至于民族国家的文化 已经受到了 压迫 已经产生了文化的 归族感危机 这些问题 现在是 将来也是 我们研究 全球文化的一些核心问题 既然啊 我们把民族文化 看作是全球文化的一种基础 那么 文化上的尊重 就是文化走向全球的一个 最基本的条件 在现代的文化中 没有什么要比 对于各种文化的传统 进行尊重 更为重要的人 越使自己的文化 发展程度越高 就更加要尊重 其他民族的文化 并且把善于 从其他的文化那里学习 学习什么呢 学习自己缺乏了的东西 这才是真正优秀的文化 对于一个优秀的文化元素 对于一切优秀的文化元素 除了对他们很尊重之外 你还能做什么呢 全球文化导致世界文化 的单一化还是多元化 这是另一个争论的问题 全球文化产生了 是不是大家都变成一样了 那么文化就变成一众文化了 那就是文化的单一化 还是全球文化的产生 它会导致世界文化的多元化 这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问题 任何一众文化需要得到发展 它必须吸收其他文化的营养 冷战的模式 或者把某种文化宣布为现代 但对其他文化加以限制的做法 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 均是有害无益的 每一个民族都要自己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 比如说中国的中医 中国的书法 金句 西方的诗歌 芭蕾舞 西方的交响乐 油画 这都是民族文化的旗帜 这一个旗帜 并不会在全球化过程中变得不鲜明 我们中国现在也发展了西方的芭蕾舞 发展了西方的交响音乐 但是这种东西的发展 并没有影响我们发展我们的金句 并没有影响我们发展我们中国的书法 所以由于对比的存在 民族文化 一些优秀文化的元素 不会被隐退 反而变得更加鲜明 而民族文化 在优秀的文化元素的对照下 也会促进它的发展 我们需要探讨和制定一些基本的原则 我们规定 什么是一种文化优秀的标准 只要我们有了这样一种科学的标准 那么优劣的比较 当时不可避免的 科学的制度 理性的制度 归根结底 就是一个优胜列出的原则 只要一个东西是优秀的 那就会在整个世界的范围内被传播被接受 而不会仅仅被限制在 某个地区或者某个民族的范畴 一个东西啊 你做到极端的优秀 它必然就会带来超越 首先是时间的超越 古代的人会喜欢 现代的人也会喜欢 即使是空间的超越 中国人会喜欢 外国人也会喜欢 比如说梅兰发的金句 洗牌是画的虾 还有就是小题材和大题材的 那个超越 如果你一个东西做得极其的优秀 就无所谓小题材 无所谓大题材 一句诗歌 一段唱腔 一首诗 可能是小题材 起的作用却是巨大的 所以我们说呢 我们要注意文化本身的优秀性 文化在传播之间有两个原则 一个是文化元素本身的优秀 另一个是文化 一种文化和另一种文化 之间的互补性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来考察民族文化和全体文化的关系 将是极其恰当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